张博之和曾经的冠西哥张博之 1980年5月24日出生于中国香港 1998年张博之被周星驰发掘出演喜剧片喜剧之王 凭借片中饰演的柳飘飘一角获得关注 并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该片在香港上营后票房达到2984万港币 成为香港票房年度冠军 同年张博之接拍了马楚成指导的爱情文艺片《心愿》 在片中饰演一个清纯柔美的女护士 此外她还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心与心愿》 并因此在歌坛获得关注 张博之出道时音形象轻力秀美 而被外界称为小林青霞 以及女女掌门人2002年3月 谢霆锋与张博之相恋 同年7月 谢霆锋与王妃复合 张博之因此打受打击 2003年1月 张博之表示错爱谢霆锋 2006年8月 谢霆锋与张博之在接受电台访问 时承认二人复合 同年9月 谢霆锋与张博之在菲律宾结婚 2008年1月 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张博之的私密照片 在网上流传自谢霆锋与张博之离婚至今 张博之不恨陈冠希却恨死谢霆锋 自从张博之公开大骂谢霆锋 假情假意 虚伪善变的那一刻起 两人基本就注定了分手的结局 英达在谈他和宋丹丹的关系时 说分手了两人就绝不再是朋友 之所以会离婚 肯定是因为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说的其实在理 冠希哥道歉 所以张博之可以和陈冠希 在机餐和也有说有笑 但他和谢霆锋 却肯定不行 因为两人的身份不一样 陈冠希不过是他的姓伴侣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而谢霆锋是他的老公 从床共枕了这么多年 其亲密度不是陈冠希所能比拟的 亲密度越高